他剛剛講說這個 因為來往的人員複雜 所以篩檢這個沒有辦法 最後還是篩檢啊 你現在不是PCR還是要篩檢 所以我不是要在這邊發脾氣或是什麼 但是這個對我們在地來講 有很多的這些工作 一個月前就可以做的 沒有啦 離開了 你從以前到這時候 你有聽我們中情搬家區的 佩生發解他沒有 有喔 沒有嘛 沒有在我那天理 你騙笑的嘛 你自己人就吐槽而已嘛 會長 會議員要來喔 不是 我們 會長 我幫你吐 會長 等一下 我們今天是中央跟 你有來發言一日給我們關心一下嗎 有喔 會長 請我 你選舉一回幾次 你這裡的基情 你有來發言人會關心嗎 不對 我們大家 我想今天是 我們會 沒有他在聽你啦 你現在的事情發生 我怎麼改改 對 我發言人家就一直做法 一直做法 做菜 大家一直點邊來給我 沒辦法啦 這樣對 不知道是不是要用嘶吼的方式 或是要帶一點BGM的背景音樂 我們的林場佐才能夠比較回得出來呢 因為剛看到的是這局 誰高誰下已經看得很明顯 林場佐的麥克風 甚至就被陳吉仲給搶去了 大家都想搶當合適了 大家都想要來爭話與權 是不是也要爭取一些政治紅利了呢 但林場佐到底做了些什麼 為萬華又爭取到什麼 好 我們看到這樣一個漏網鏡頭 其實他們本來這個會長呢 其實跟林場佐曾經是好朋友 但好朋友出來跳出來講的時候 那話恐怕就會來得更重一些了 針對萬華整體來說 這塊我們等一下 深入剖析 但是我們想先請教有句歌幫我們講講 好 萬華在被污名化的時候 我大林場佐立偉 到底為萬華做些什麼呢 今天這段 你知道莎莎在網路上 我一貼上去之後 下面網友只評論兩個字 舒服 對 你也應該看很多吧 空體舒暢對不對 舒暢 然後一堆人寫 還有說舒服最大宗 第二宗叫療癒 對 真的是爽快啊 我跟你講 我們這些名嘴 拿他沒辦法你知道嗎 這些側翼啊 林場九這些什麼 王帝宇 嚣張到如此地步 我跟你講 全世界他只怕一個人 叫老百姓 超爽的 而且我後來去問了一下 那個陳志涵他們說 我們都叫他東哥啊 他的個性就是這樣 他還跟我爆料喔 東哥的性格 他是不管你是阿伯阿伯的啦 他不然你什麼說什麼罵 他不管這些的 像王老子來我都不怕 對他就是這種性格 然後我本來想說 陳志涵應該會誇他一陣子 不是 因為林盛東 你去Google林盛東跟黃珊珊 林盛東 大概在三四個禮拜前 還罵過黃珊珊 他不是柯粉耶 他不是對支持柯文哲 他完全不支持 而且他甚至是支持 林常佐後援會的人 這附近啊 不是說真的是後援會的人 他是支持林常佐的 所以立場夠鮮明了吧 然後陳志涵 反正大家等一下 如果去Google 因為我來不及去找 大概三個禮拜前 他說如果你找林盛東 然後黃珊珊什麼 他還罵過黃珊珊 類似就是那種 你來我們黃珊珊 有做過篩檢嗎 我叫你要做什麼什麼 黃珊珊就還出來解釋 我們是做什麼做 還跟他解釋喔 所以東哥的個性就是那種 我直接 我天王老子 我沒在管的啦 反正你跟我市場照顧好就好了啦 所以今天他會這種表現一點都不意外 他沒有在管說我挺誰 所以你知道莎莎 你再好好的我們如果這個場景 大家再去看 如果你有聲音的話 你好好去體會 林常佐麥克風一接過來 是接在柯文哲剛剛好講完 未來要篩檢 然後所有的步驟完之後 然後林常佐呢 是幾乎迫不及待的 麥克風直接拿起來 市長 他沒有講市長 他就說怎麼樣怎麼樣這樣 你喔還在那邊講那些廢話 那個 那個防疫的那些都基本常識 還在那邊講這種東西 為什麼還沒講完 林勝東哥就像罵這些 又想來了 就像罵那個黃珊珊這樣 你有來跟我們照顧過嗎 湖南市長你來開蓋啊 哇真的整個火耶 如果找得到當初 罵黃珊珊的影片在罵 我就知道東哥這個人 就是講話實在 你面對這種人 你能講什麼 我相信連育民委員 你選舉 你以後選舉 如果遇到這樣的人 他就是正職嘛 你能跟他談條件嗎 你不要跟他談條件 你跟他談 我怎麼幫你 我跟你講他就照顧你 這種人最好搞 但是也最難搞 林常佐誤會這種人的啦 因為我也選舉過 你以為東哥這種人 是可以那種 跳啊腳 對 你看你看那個 因為我沒有後面的畫面 如果我們再往後play 如果你繼續畫面 一直跟的話 林常佐還一直用政治語言 而且他勾肩搭背 對 我講的就是這個 他還以為這招有用啊 我跟你講還在那邊勾肩搭背 我跟你講你對東哥這種人勾肩搭背 你自己假牌 他這時候會沒想要自己蓋 他會拍肚子 跟蘇貞昌一樣 對一樣 那會比較有用 你在那邊蛤人生肚 後來東哥棄得要死啊 你看那個 他那個 他沒有閃開 但是他一副這種 我不要啦 不要跟你講啦 不要跟你講啦 莎莎你在採訪的過程 這種老實人你看多了吧 對 這種人可愛啊 今天那一嗆之後 林常佐那種政客 我講政客沒問題吧 東哥認證的啊 這種叫政客 馬上被洗臉 反映了第二件事情 好好講 我跟各位講喔 我們前面用情緒化來講這件事情 讓大家看起來很舒服很療癒 第二件事情 民進黨你要正眼看這件事情 我跟你跟你們民進黨講 這不是開玩笑的 我也沒想要嗆你們的意思 連林常佐這樣子敏感 靠著空戰上來的一個立法委員 都會誤判情勢 誤判現在民心的項背 可見整個上頭亂七八糟了 莎莎你應該知道 民進黨是一個如必食指的那種 這應該叫什麼 輿情中心的人 就蔡英文的指令像個大腦 當他發布重大消息 或者大家一致步驟的時候 他會把所有各縣市大咖的 現在是靠視訊 以前可能直接叫到台北說 我們萊豬要講一二三四五 你們都下去 然後各個縣市裡面的逃狼 譬如說台南 王偉哲回去跟王定宇講 上黨部講這樣這樣這樣 然後馬上就這麼做 王偉哲的那個 王定宇就會跟自己的議員 調咖他們 講說我們要這樣做 直接鋪天蓋地就出去了 國民黨這招還學不會 他們學非常好 林常佐一定是台北市 在萬華這附近的 負責這些事情的逃狼 連他接到的指令 都敢在這個時候 這樣子嗆老百姓 可見整個民進黨 對於民心向背 整個判斷完全錯誤 林常佐我相信 他絕對是第一線的 一定是承接了黨中央的意思 然後來處理外面這些事 竟然他會誤判 現在他還有辦法 用這樣子的方式 大聲嗆柯文哲 然後讓柯文哲的聲量 跟政治他想把他壓下去 完全判斷錯誤 我們在採訪都不會有這種錯誤 因為你來上班 你光聞到長官那個味道什麼 你就可以知道今天該 人家說什麼 不打琴不打懶 專打不長眼 對不對 你好歹得聞聞長官的味道 你今天長官都已經在發脾氣了 佩薛台在那邊 我今天不想出去啦 你等一下頭到小龍把下去 你看林常佐竟然搞不清楚 萬華現在的氣氛 如果以民進黨 以前這麼擅長選舉 他一定在現場 一定是表現得很乖 乖得跟貓一樣 然後一定先去疏通民情 現在不是 他還以為自己 我在萬華天下無敵啊 然後可以嗆里長 可以嗆什麼 然後拿來就直接嗆柯文哲 他想說他後面有千鈞萬嘛 我跟你講林常佐你看他呆著 有沒有一直拍他的肩膀有沒有 一直要拍 你看 你會長根本不想理啊 東哥你看他那個性格 後面後 東哥自救會的人 繼續罵他 繼續罵他 他還被包夾耶 不只一個喔 他畫面中黑色衣服那位 他也是氣不過 氣不過喔 後來這個黑色衣服的 直接嗆三個字滾出去 對 他沒想要跟他講 因為他從頭到尾還在黑龍洗頭 我跟你講他整個犯眾怒啊 他完全誤判情勢 他的誤判情勢就代表民進黨 現在整個輿情中心的誤判情勢 他們真的搞不清楚 現在老百姓到底怎麼了 他以為他自己還有千鈞萬馬 可以夾著萬華他幾萬票 然後對一個自救會會長做這種事 真的錯了 他都錯了 你可以想像蔡英文 現在整個對民心所出來的疫苗的政策 還有什麼那個什麼TIFA的那些東西 完全都不是我們要的了 你可以見為之助啊 這個就是為 你看林昌左的誤判就知道 蔡英文現在整個亂了 他無法在這一場局裡面穩定下來 所以難怪蔡英文前一陣子才會說 你從這件事情就可以知道 為什麼他要變換隊形 連他自己都說不到最真實的聲音 林昌左這種人 上傳的這種旨意是這個樣子 你說他會不會慌 一個萬華耶 再加上高雄 屏東 每個上傳給他的都是 他應該這麼做 結果他坐下來之後 民調一直被罵 一直被罵 要是你是那顆大腦你會瘋掉 林昌左這件事情就看得出來 所以我正在跟民進黨朋友你們講 你們已經離民心這麼遠了 懂了嗎 夠遠了吧 只要選舉過的人都知道 不會犯這種錯的啦 這是叫基本常識 你要舉行記者會 或者面對媒體之前 我們這些人一定會先去下面 看看有誰來 莎莎沒錯吧 你跑政治新聞的時候 這些人一定會先下去 培軒啊 有沒有先來跟記者打一下 他會知道你們要幹嘛 先了解一下余晴 今天要問什麼 TBBS要問什麼 3D可能要聊什麼 他會不經意的 今天要問什麼 幫一下啦 聽到一些什麼 我知道啦 敏感的排到後面去 到最後就不了了之 就沒問到這 厲害 他們都是這樣做 要這樣做 然後現場那些 特殊人物要不要知道 他的助理就是開始去看 那個委員 那個會長有來 那個誰有來 那個會長今天情緒不是很好 我建議要不要先送個水果過去 然後跟他喝一杯茶 這是基本功課 基本功 該做的 沒錯吧 委員會不會這麼做 會這麼做 可是林常佐今天 竟然失誤到這種地步 培軒你不覺得很意外嗎 這不像是民進黨的選舉 我覺得那個 他真的完全誤判了 所以從這件事情 我們可以知道 民進黨的朋友們 你們真的要清醒 不能再這樣子 以為自己天下無敵